由4月1日起 《凌情日記》就開始用歌琳多厚書靈修了 這次我們邀請到香港教會 程蒙恩長老和我們一起靈修解經 還有演藝人高浩正 為我們還讀經雲 早前他們兩位就來到影音使團 參與《凌情日記》祈禱祝福禮 一起看看 在《凌情日記》祈禱祝福禮當日 程蒙恩長老先和我們用歌琳多厚書 講解如何去除心裏面的障礙 和上帝建立一個美好的關係 生命從而反照主的榮光 在祈禱祝福禮當日 程蒙恩長老多次強調 我們要培養靈修的習慣 才可以在上帝的話語裡得到亮光 如果我們建立一個 淑寧生活習慣之後起床 第一時間就是要討告 然後讀一下那天的經文 然後你收看《凌情日記》 是那天的經文 然後你體驗那天的經文 又聽那天的講解 某些重點 那你就可以很有認識 如果你每天都見到這樣的習慣 你就很忘博 因為是一個生活來的 而在節目《凌情日記》負責 那些人信了耶穌,但他沒有教會生活 分分鐘的人數更多 其實他們更需要這些資源 去牧養栽培他們 所以我覺得《凌情日記》 是非常好的一個工具 去幫助這群朋友 逢星期一至五 《創世電視》 會有六個時段播放《凌情日記》 記得選一個 最適合你自己的時段收看 想重溫節目 你還可以去到 Facebook、Apps、DR.cc 和《凌情日記》的網站 記得培養一個持久的靈修習慣 和《凌情日記》